说起刘文正和费祥 大家肯定都不陌生 八十年代刘文正与邓丽君齐名 是歌坛上最早的一批天皇巨星 有男学刘文正 旅唱邓丽君的风潮 混血帅哥费祥则是流行鲜肉的鼻祖 当年他俩向内地春晚 不知道复获多少怀春少女的芳心 很多时候刘文正与费祥的名字是联系在一起的 早在刘文正退出歌坛之后的九十年代 便有风言风语传出 作为同门好友 两人关系密切 与此同时 两人在事业最宏货的时期 一前一后远走美国 更让两人的关系突说迷离 长久以来 网络上流传着的一张刘文正与费祥 并肩一起行走的照片 这张照片被号是知徒引经据点 使为刘文正与费祥在一起的铁证 捕风捉影最后闹的人尽皆知 下面我们通过这张真伪莫辩的合照 以及另外两张真实的照片 来砸碎两人在一起的谣言 所谓的刘文正与费祥是一对同性恋人 其实是毫无根据的谣传 但一传实是传败 最后演变成了三人成虎的伪事实 或许刘文正和费祥在当年的风采太过迷人 以至这种半页史的传闻都能大行其道 仔细看这张黑白照片 从肩膀的部位不难看出 这是一张合成的伪合照 这张照片实际上来源于网友的恶告 刘文正的原图是他和一位女影星的合照 希望知道这位女星名字的网友 能在文章下面留言告诉我 刘文正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华语乐坛当之无愧的巨星级歌手 尤其是在台湾地区他的名字 已经达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 再加上英俊的外表 刘文正唱歌更是唱一首红一首 从童年开始就为歌迷熟知的乡间的小鹿 外婆的澎湖湾 三月里的小雨等经典歌曲 现今仍然被广为传唱 刘文正最火的时候 不仅在台湾如日中天 影响力更是横扫星马基内地 歌坛前辈和女明星合照 是很正常的事情 林青霞 邓丽君等都和刘文正拍摄过合照 况且作为前辈的刘文正 不忘提携后辈 伊棱镜 乌起弦等 都是由他挖掘捧红的 所以刘文正的人员一直很好 拍照刘燕在自然不果 不成想去的有心人利用 费翔的原图 本是他与自己奶妈的合影 费翔和奶妈的感情非常深厚 奶妈一直陪伴他到高中毕业 在有一次采访时 费翔直言奶妈对他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妈妈 这么一张和自己亲爱的人的合照 却被有心人拿来利用 难怪当年费翔的助理再回应 实质的发布消息的人不计口德 费翔和刘文正同为台湾著名歌手 1987年的春晚 费翔以故乡的云和冬天里的一把火两首歌曲 烧尽了全国观众的心 这一年费翔的唱片销量 买到了2000万张 这一年费翔收到的情书到现在也没有看完 一股关于费翔的风就此刮起 1989年在那第12个城市连开65场演唱会 央视更是俯下身段 为这次演唱会拍摄了纪录电影 然而就在事业鼎盛时期 费翔却突然告别了流行歌坛 跑到美国唱起了音乐剧 巧合的是 刘文正也选择在自己最红的时候 放弃月韩的一切 断了和娱乐圈的联系 远赴美国过起了田园木格式的生活 正是这一前一后的离开 成了两人同性恋传闻的开端 之后 刘文正和费翔是一对同性恋人的消息层出不穷 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停止 有人爆出 刘文正到美国后便和费翔同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